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跟乔爷做一个福建炒饭 你们在海外 如果你去福建人开的餐馆 可能会看到一道叫福建炒饭 但是实际上在福建本地是没有福建炒饭 哈哈 那么这个福建炒饭怎么来的 就是说福建人在外面开餐馆 那他把家乡的味道 尤其是福州地区这个炒饭的味道 带到海外开餐馆 所以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福建炒饭 那你说福建炒饭到底要放什么样的配料 其实哈 因为在福建本身就是各家各府 百家百味的炒饭 这就没有固定的配料 放海鲜也好 放肉也好 放虾皮也好 放干锅也好 放香肠也好 都可以 就是百家百味 但是你说福建炒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呢 有的 待会儿做给你看就知道了 福建炒饭你吃出来的味道就是福州人的味道 它就有它的特征的 我今天用不锈干锅来炒 乔夫帮我拿两个鸡蛋 炸 两个鸡蛋 这个鸡蛋呢 建议大家鸡蛋先放室温 不要从冰箱直接拿出来 冰冰的 这个炒出来的效果 因为毕竟很冰嘛 建议大家放一会儿 这样炒出来的效果就很好 鸡蛋里放一点盐 然后先往鸡蛋里加一点点福建老酒 这样鸡蛋会更香 这个锅要烧很热 不锈干锅炒饭锅要烧得很热 这不会粘锅吧 不会 我待会儿炒给你看 锅要烧很热 先把油 因为它这样子油呢 可能要稍微多一点点 跟不粘锅相比 炒饭油多点香 然后呢 要把这个油呢 把这个锅都给它过一遍 乔夫你帮我去弄点饭给我舀上来 这饭是温热的 好 先滴一滴 看起泡 好 先滴一滴 看起泡 嗯 吃了吗 嗯 吃了吗 锅一定要烧着 哇 有酒在里面 特别的香 然后放旁边 现在把蒜放进去 福州人的习惯 更多的会放葱花或者芹菜 然后 这个香肠 这个是那天Costco买的 烟熏的香肠 这个好吃 还有就是冰冻的这些蔬菜 豆子 加一些虾皮 你去拿一个剪刀到我们园子里剪点葱花了 现在把米放在一起 你现在是关了火炒 对 因为现在 因为 如果你刚才火一直开着 它底下就糊了 这个底下 底就糊了 嗯 这样子的话呢 先给它拌匀一下 味道先拌匀一下 不着急 这样混合的更好啊 因为我们跟饭店的那个锅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用家庭式的来炒 家庭式先把它混合了 因为不锈干锅嘛 你看到目前为止 你看这个锅底都还不会脏 对吧 真是个好办法 嗯 然后现在已经 饭已经拌匀了 那接下去就是调味料了 现在可以开火了 然后加点盐 还有 一点点酱油 还有我剪的葱花呢 待会 待会 葱花 最后 最后 急的 现在火上来了 看啊 这个味道尝一尝 火上来了 我觉得两个福建人这里炒的饭 就叫福建炒饭 对啊 他本来就是这样说 本来你在福州是买 没有这个饭店里没有福建炒饭这道菜 等这个锅器上来的时候 福建炒饭 如果 什么配料都不讲究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不能没有 福建老酒 福建老酒就是福建炒饭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老酒下去 等它这个锅器上来的时候 福建老酒啊 如果你买不到 其实很多华人超市在大的城市 人口比较多的城市都有福建老酒 因为很多超市 华人超市是福建人开的 它会有福建老酒 那没有的话花凉酒也行 福建炒饭真的特点一定要有老酒 你看现在锅器上来了 现在锅器上来了 老酒 而且老酒要放的不老少 福建人很贵吃老酒 你知道火跳墙最重要的一个材料是少不了这个老酒 老酒啊要灌到里面炖 那个味道出来就是火跳墙的味道 好 那我这福建人的葱可以剪下去了吗 洗了没有 洗了洗了 好好好 碎碎的 好好的葱花放进去 好了 去拿一个大盘出来 我们吃饭 如果能加点鱼露那就更正宗了 你看我今天炒味的这个底基本没有粘 没有粘底 干干净净的 这里我说一下 饭店师傅会用冷的米饭来炒 因为锅器特别足 一下子就上热了 家庭的炉灶建议用热的米饭来炒 入味快 不需要炒太久 也不会粘锅 哇咔咔 怎么这么香啊 送给你了 上午出门的时候我包了一罐汤 这个呢今天是用这个牛蛋 牛蛋包个汤 这牛蛋在华人超市也经常会看得到 就像这样子的 要拿出来了 就像馋子是这样 就长这样 好馋好馋 有的比这个更馋 然后这个很简单了 我好像有一道菜 大家可以收一下牛蛋 炒牛蛋应该是在我的视频里有比较早期的 就是牛蛋跟胡萝卜 这个插成丝 然后胡萝卜 这个可以拿进去 胡萝卜跟肉丝 很好吃 然后把那个中间很老的那个心来去煲汤 那我今天是一整根来去煲汤 这个牛蛋汤煲的时候呢很简单 就是你把肉焯水啊去腥啊都弄好了以后 就是往里面放胡萝卜跟玉米 就好了 包出来它有一点点炒药味的挺香 你看这个玉米包的 就这样 这个牛蛋可以吃的 它有点 有点青草香 如果怕油的话把上面这些油撇掉 勺子 可以 你把凳子拿过来 吃点炒饭 今天就福建炒饭 福建人吃福建炒饭 福建炒饭 福建炒饭实际上就是福建人家常的炒饭 然后呢就看厨师你愿意放什么 就放什么 没有一定的格式 但是少不了 香香 很香哈 但是少不了福建老酒 福建老酒炒饭 就是福建炒饭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特色 福建人吃的福建人炒饭 用福建老酒的那个炒饭 妹妹的鸡肝 总结一句就是福建人 其实主要是福建地区 家常的炒饭 百家百味 愿意放什么 有的人放虾皮啊 你比如说像这种 像这种冰冻的豆 只有西方有 香肠也是西方有 原本就不会有 但是呢就是师傅愿意放什么 我们过去在老家的时候炒 放肉末也行 对吧 我刚才讲了 放虾皮啊 放海鲜啊 都可以 最明显的可能用老酒 尤其是在那个师傅 用那个锅气很足的锅 那个老酒下去吃上来 就那个香 那个非常非常多 可以这样一直吃到饱 嗯 喝点汤 青菜 我妹妹呢 吃这个鸡干 很多朋友问给 给狗狗吃什么零食 因为我都在家嘛 所以我不需要给他制成干的 我就是给他煮熟一下饭 平时给他点零食 就这样子 鸡干 新鲜 你配点这个牛蒡汤很好 嗯 嗯嗯 妹妹 这炒饭的米啊 也很松 不很粘 你要 看有的人喜欢吃那种 有糯糯的感觉的 那就用圆米 像这个呢 你喜欢吃松松的 颗粒分明的 就用普通的叫 思苗米就可以 我喜欢这个松的 如果用香米的话 它比较难炒 因为香米很弱 一下就会烂掉 容易烂掉 这个思苗米它是有劲道的 就是硬度比较高 所以用思苗米炒出来的饭 是最好看的 而且是颗粒分明的 一会儿 可能是比较多了 就会烂得准备走 是�花 做双手 这个是一层桌 都是一层桌 像皮 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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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不够 小姐